好 声音放着听 自愈力陪伴你左右 就在扬声望来 扬声online 嗨 大家好 我是子明 嗨 大家好 我是雅醇 哎 雅醇啊 怎么了 为什么在叹气 你知道我的体重越来越重 哦 我有看出来哦 其实啊 就是我觉得都是 运动量变少的原因 对耶 我觉得啊 我们最近的运动量 好像都变少了耶 你知道吗 我最瘦的那段时间 就是在跑步 还有在代课的时候 在自愈力教室在代课的时候 那段时间我都会比较瘦一点点 因为我有在运动 可是你现在也有在代课啊 可是之前一段时间 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没有在代课 再加上自己也真的比较懒 比较没有去参加 你看很多活动 运动赛事都停办了 没有这些运动赛事 逼着我去运动 就会发懒 对 我记得啊 你之前啊 都会去跑步耶 我会去参加一些 马拉松的赛跑啦 甚至一些骑脚踏车啦 我之前还比较疯狂的 还有参加过三帖咧 拜托 我还有之前啊 之前 以前的照片呢 你看起来真的就是 比现在fit很多 好啦 现在变胖了 现在变胖了 那真的就是要好好的 再给他恢复一下运动才行 真的 那我好想运动 可是又有一点 碍于居住的环境啦 碍于一些天时地利人和啦 总会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让我不想出去运动 对啊 像之前疫情比较严重啊 或者是下雨天的时候 老实说啊 我也是蛮懒得出去运动的耶 而且之前哦 运动还要戴口罩 对 戴口罩都会很闷 对啊 外出戴口罩运动 怎么运动啊 好不舒服哦 所以都不想出去运动了 对啊 而且啊 其实真的没出去运动的时候 在家我们真的就是 只是在干嘛 在发烂 对 就是一直坐着 在看手机 对 不然就是看电视 这样真的是太糟糕了 不行 我们一定要站起来 准备去运动才行 好 那为了我的身材着想 我们来想想看 怎么运动好不好 怎么运动哦 我想一下哦 在家里又可以运动的方式 其实啊 有很多耶 就是如果我懒得出去 如果外面天气不好 如果我有各式各样 不想出门的理由 其实我在家也能运动哦 对啊 对啊 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几个观念哦 大家可以一起在家试试看哦 其实我们在家 也可以就是进行一些 比如说像是一些徒手训练啊 或者是瑜伽啊 前阵子不是在家运动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那个影片吗 跟着老师 影片的老师一起运动 哦 我知道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 也曾经风行过一段时间 守着那个荧幕看那个正多焰 哦 正多焰 好像是蛮久之前的 对 那时候我们大家 有这样风过一段时间 对 其实现在的网络那么发达 其实这些影片在网络上 其实很容易看得到啊 没错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一些 在网络上一些资讯啊 找到一个 你觉得适合你的一个运动方式 不管像是核心的训练啊 或者是瑜伽的动作啊 或者是一些徒手的锻炼 其实都很好哦 你刚刚讲到徒手锻炼 我现在看到的影片 好像他们都是比较偏有氧 嗯 有氧的居多 对 有氧的居多 可是徒手锻炼要怎么锻炼 徒手锻炼哦 其实像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下 像家里一些水手可以拿到的东西 像是水瓶类的东西啊 这很容易拿到啊 嗯嗯嗯 家里总是会有宝特瓶嘛 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把宝特瓶呢 你可以装满满的水 水壶也行嘛 对 水壶也行 那最好两支的重量是一样 你这样子两边一起锻炼起来 才会比较平均哦 对 比较左重右重 或者一边手重一边手轻 这样子也不舒服 嗯 没错没错 那锻炼多久啊 其实呢 锻炼多久 我觉得可以看个人的情况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在家 可以就是随时的去健身啊 也可以增加你身体的一个活动量 就像你可能会去外面运动啊 或者在健身房运动的方式一样哦 哦 就是上肢的肌力的部分 嗯 那如果是下肢肌力呢 下肢肌力啊 子明啊 你还记不记得啊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 会带着大家一起做蹲下起立这个动作呢 哦 那当然椅子就够啦 对 没错 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用椅子来带着大家来做蹲下起立哦 哦 对 还有一些动作根本连椅子都不用 只要扶着墙壁就行了 对不对 嗯 扶着墙壁也可以哦 但是要确保一下安全啦 只要在安全的情况下 不管是椅子啦 墙壁啦 甚至是门框好像也可以 门框也可以 其实啊 门框啊 或者是墙壁啊 也可以拿来做伏地挺身的一个概念哦 哦 就是伏地挺身 就是稍微顶着它就行了 不用整个趴在地上了嘛 对 因为其实趴在地上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趴在地上做伏地挺身嘛 所以我们可以扶着墙壁啊 稍微身体有点斜度 然后用伏地挺身的方式来做 其实呢 对于 比如说像手比较没有力的女生啊 或者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辈等等 其实都很适合哦 哦 那像我们在课堂上所提到的什么 运动的 四大运动的 身 平 勇 力 都可以在家里做了耶 没错 伸展 平衡 有氧 激励 伸展的部分 其实在家里在床上 或者有瑜伽垫就可以做 或者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做伸展 以上也可以做 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门框的部分啊 我们可以伸展我们的上肢哦 只要你手就是卡在那个门框 然后身体稍微往前一点点 其实就可以伸展到 你觉得比较紧绷的地方 上肢的伸展 然后下肢也可以 嗯 下肢也可以做伸展 而且在家做下肢的伸展啊 就是可以用我们刚刚说到的椅子的部分 嗯 然后把我们课程的那些动作呢 放在家里做 其实也可以伸展到我们大腿的后侧哦 那平衡的部分就不用说了 平衡照墙壁就可以了吧 嗯 轻轻的 你只要轻轻的扶着墙面 然后呢 做经济独立呢 单脚站立 或者是说做垫脚尖的动作 其实都是很方便的 只要你愿意动起来都没问题 那我要确认一下 就是你家里不会 地板不会太滑啦 或者是地上不会有很多杂物啦 导致你可能会跌倒的一个风险 那就可以做这些活动咯 没错 而且其实啊 在家其实也可以做有氧运动哦 有氧运动的话 原地踏步是我们之前在讲过的 原地踏步就可以做 那还有什么有氧运动可以在家里做呢 就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像是 振多焰啊 或者是一些跳舞的影片啊 其实都可以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 在家如果做原地踏步 这样的有氧运动的时候呢 记得啊 千万不要打赤脚哦 太硬对膝盖 对脚是不好的行为 对 因为我之前呢 在上课的时候 有人跟我分享说 他在家做有氧运动啊 结果脚好像就是 做完这个运动脚就变得有点痛 我就说为什么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打赤脚 哦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不过也要还提醒大家一下 为了左右邻居着想 所以这些运动也不要太吵 你楼下的跑来抗议说 按电铃抗议说 你刚刚的原地他不太吵了 这样子 对 他可能觉得 你楼上是不是有很多小孩 对对对 生平有 那激励运动就多了哦 激励运动啊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啊 像是蹲下起立 这个动作 对 那或者是呢 我们用手啊 这样子 撑起 要把身体撑起来 这个动作呢 也可以训练到我们的上肢哦 只要在生活上 会使用到激励的部分 其实都可以算是一种运动 当然有一些运动 还是要重视它的正确性 对 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去看 观摩一些影片啊 或者是在我们之前 自愈力时事里面的一些动作 就可以对我们有些帮助了 如果大家对我们运动时事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上YouTube去搜寻哦 有专门亚纯录制的运动时事的影片可以看 呵呵呵 你笑得好尴尬哦你 对了对了对了 我还想问一下 其实有时候在说运动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说 应该如果能够再买一些东西下去 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运动做得更好 你能不能推荐一些什么样的器材 我可以买了在家里做的啊 那亚纯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 除了我们在家的一些徒手训练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想要再进阶一点的人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一些健身器材 可以在家做使用呢 对对对对 我想知道一下 不能太贵哦 你不要叫我买个那个什么跑步机 叫我买个什么 什么魔镜好几万块 那个不要不要不要 那个啊 你直接去那个什么 直接去健身房就可以了 对啊 我要在家里然后又便宜了 来介绍几个给我们的事 其实有一些东西啊 真的是还蛮便宜的哦 像是弹力带的部分 好像一两百块就买得到了耶 而且弹力带啊 它有分小的 也有分大的 差别在哪 小的它就是一个圆圈圈嘛 圆圈圈 但是呢 不管是小的还是长的啊 它都是会有不同等级的阻力哦 有的比较紧 有的比较松 那那种小的弹力圈啊 大部分啊 就是可能像我们在深蹲的时候 蹲下起立的时候 可以套在脚上 可以做我们加强的训练 也可以让我们深蹲的姿势会更正确哦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之前在课堂上有带过 就是让固定你的脚 不至于做错姿势 不愈外开啦 让你的脚可以更固定 坐下起立的时候 可以更 知识更正确 当然它除了套在脚上之外 它也可以就是来训练 我们上肢的肌力 你光是就是这样把它拉开再收回来 拉开再收回来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的肌力就已经在锻炼了 它就是一个主抗运动了 没错 那除了弹力带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器材呢 弹力带之外啊 比较常看到的可以像是跳绳 有样耶 我刚刚提到说除了跑步以外 其实可以这样看正多页 其实跳绳就是一个很棒的游泳运动啦 对 但是其实啊 跳绳真的是看起来很简单 但它其实跳一下下就会很累耶 因为我之前啊 曾经就是有买过跳绳 然后在家里跳 然后就想说 每天先跳个一分钟 或者是比如说一百下好了 那真的就是我光跳到六七十下 我都觉得我的小腿要爆掉了 那你的心肺功能不够好 的确是 我的心肺功能的确是比较差 所以才可以在 就是家里另外在做额外的训练 那所以买跳绳可以训练心肺功能 是一个很棒的东西耶 对 跳绳啊 它是一个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哦 但是啊 你如果有固定的跳绳训练习惯啊 长时间持续下来 它其实可以增加你肌肉的耗氧量 还有增强你的心肺功能 也可以帮助你在各项运动 都有更好的持久力哦 你刚刚说过它是一个高强度 那适合我们长辈吗 这就是要看每个人的状况咯 如果你觉得你的膝盖啊 是属于比较不好的人 那我当然是不建议说 你在家自己在那边练跳绳 如果说你觉得 跳绳这个运动 对你来讲是个负担的人呢 我们还是建议回到 一般的快走也可以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原地踏步啦 原地踏步或者是快走的部分 但在家就比较难快走啦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那个 有些长辈 他的那个膝关节啦 或者他下半身的肌力 状况比较不好的话 还是从原地踏步开始比较好 其实应该任何运动 都要强调一个渐进式啦 不希望你一下子 大概有个激烈 像对身体来说 不但不是健身 甚至可能是一种伤身 嗯 没错 那在生平有力的部分 如果我想做一些舒缓的运动 有没有什么器材 可以让我放松啦 可以让我的筋膜 最近有看到一个筋膜枪 蛮贵的 我觉得除了筋膜枪以外 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帮助我放松啦 按摩筋膜的东西啊 有啊 如果我们觉得肌肉比较紧绷的话 其实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就是 买一个叫做什么按摩球 按摩球 嗯 它其实有一个俗称 叫做花生米 花生球 花生球或花生米 其实都可以 哦 那是因为它的外形 比较像花生吗 没错 它的外观呢 就像花生一样 头跟尾都是胖胖的 哦 那还有个腰身 对不对 对 中间是有腰身细细的哦 那它大小大概就是 两个拳头大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大概两个拳头 组合在一起的感觉 那它要怎么按摩啊 它怎么按摩呢 它当然也是要靠你 自己身体的重量来 来给它做一个按摩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 把按摩球靠在墙壁啊 然后用我们身体的重量 去压那个按摩球 就可以按摩到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后背啊 或者是我们的肩胛 内侧啊等等的 哦 就用身体去压着它 然后滚动转动这样子 没错 或者是躺在地上也可以哦 哇 我光是想到就觉得很舒服了 嗯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听过哦 有些人会买一些像什么 哑铃啊 握力器来帮助肌肉 你怎么介绍它们呢 哑铃就是要看每个人啊 对于肌肉负荷的一个状态哦 因为像我们在上课的哑铃啊 我们都基本上呢 就只有一磅而已 哦 就是轻一点就可以了 不用太重 对 一磅其实也没有很重 但是你不要看它就是轻轻的哦 你如果重复在做某一个肌力动作的训练的时候啊 它其实也是会酸的 我看到人家健身房都一定会有哑铃 所以哑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肌肉训练的东西咯 嗯 它是可以再让你进阶一点的 但是其实我们不用哑铃的话 我们在家其实也可以做到 刚刚有说到的运动嘛 对 你刚刚有提到 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用水瓶就可以了嘛 没错 用水瓶其实就可以替代 亚龄了哟 对啊 更省钱 没错 就是这样 那除了以上 你刚刚讲的几个以外 有没有一个 其实比较应该要先买的东西 或者是 如果还在考虑那些东西的话 其实有没有什么东西 在家里先摆一个 其实就比较适合的啊 嗯 比较适合的 我觉得我们要 如果要在家 不管是有器材的锻炼 或者是徒手的训练啊 我觉得都可以入手一个 像是瑜伽垫 或者是运动垫的东西 哦 真的很重要 刚刚说那个原地快走啦 或怎么样 其实如果说 你在瑜伽垫上面坐 就很安全对不对 嗯 没错 而且就算你躺在地上 做一些伸展啦 其实瑜伽垫都好方便哦 嗯 而且它又可以防滑 哦 对对对对对对 它还有保护我们一些 肌肉跟关节的一个作用 嗯 那瑜伽垫 跟运动垫差别在哪边呢 哎呦 我不知道耶 其实运动垫的厚度啊 其实是再厚一些的 当然现在瑜伽垫 也有分很多的厚度啦 是是是是是 那厚一点比较好吗 还是薄一点比较好 厚一点的呢 它其实对于保护我们的关节 保护程度会再高一些 嗯嗯嗯 那它的材质呢 也会比传统的材质 会更加的就是稳定 还有耐用哦 那当然我们可以有效支撑 我们的关节 当然就可以远离我们的运动伤害的部分 没错 所以对于啊 喜欢就是呃 做一些徒手的锻炼啊 或者是运动的新手来说 其实都非常的适合哦 哦 那我知道了 那如果我现在开始想要 好好的减肥的话 其实我即便不想出门 我在家里也可以利用一些 水瓶啦 椅子啦 甚至一些门框啊 墙壁啊 来训练我的生平有力 甚至我也能够借由 员机的踏步或快走 来训练我的有氧功能 如果我有点预算的话呢 我再来买一些像什么 瑜伽店啊 运动店啊 甚至是一些按摩球 哑铃啦 这些东西 对不对 没错 而且像你在家 每次在看电视的时候 就可以跑起来啦 对 没错 好啦 我要为我的腰来努力 我要让我腰瘦一点了 那希望未来的半年 可以看到你的腰身哦 期待吧 好 我们敬请期待哦 对了 对了 我们的Podcast好像之后还会有一些 跟运动有关的影片 或者是内容出来是不是 应该不是说Podcast啦 是我们之后呢 规划会有一系列的 就是Joy Dance的部分 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在家运动 但这个目前估计呢 可能会在下半年发生哦 那亚纯你以后就许多艳了呀 不不不 你好像也会一起进来呢 我不要 好啦好啦好啦 那为了我的腰身早想 好吧 那我就跟你一起跳吧 我们就拼了吧 没有啦 我们俩一起拼了吧 好啦 太好笑了 好啦 然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 那我们扬声望来 扬声online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 扬声慈善基金会 公益赞助播出 点亮希望的光 有人漫步人生长浪 幸福路上 每一天都 充满阳光 都充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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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 都温满阳光 都要 嗯 转阳光